刚才咱们演示了平行沙轮的钻面效果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拔型沙轮的效果是怎么动作的 首先我们选择外径100的拔型沙轮 由于它那孔是16 所以咱们选择的硅胖是小硅胖 由于它的拔型沙轮的形状 由它自己的套性的时候 它那个平行沙轮的安装 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首先是把小硅胖放上去 然后把拔型沙轮的托面 托面先放进去 然后在这种选择上硅胖 放在手品的这个位置 这样然后 然后旋转下压 这样就把拔型沙轮 脑袋的固定在这个 拔型沙轮机锅上 这样子咱们就可以打开那个 专面效果和镜像效果 上面咱们用这个 平时沙轮的时候咱们是演示的是 专面效果 现在咱们演示一下 它这个镜像效果的测量方式 镜像效果 需要把这个 后头指向 指向沙轮 沙轮到这个外镜像那个 外镜像那个圆柔面上 同时调整那个 调整这个 滑轮位置 以这个沙轮的外镜 圆柔位置要平行 这是那咱们在 在下压这个 表套套感的 以这个沙轮的 位置 然后是这个小指针 还是指向一或者二 直到指向一或者二时间 这时候咱们就是可以 进行测量 以此为坐标记 坐标记之后旋转 旋转一之后 发现指针从 指向二十到零之间 也就是这个 这个滑车上的 镜像跳动 也就是 二十个小格 二十乘以零到零一 就是零点二毫米 滑车上的这个镜像 效果测量完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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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